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底部出大量 当天这个量报到一个7700多亿的一个量 相对于创下台股以来历史的一个最大量 当天是盘中一度重挫达到1400多点 相对于当天收盘收跌一个680点 毕竟我想在那个timing 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所以说针对这个波段报复性反弹 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等于说你针对各位你手中一些持股部位 我们不建议各位去做这趟沙滴 那你依然都可以同步跟着我们针对 在当时我们在前一个波段 是要各位出传产去转电子 那毕竟电子个股在这个转换 高低党转换的一个过程当中 并不是接棒的很顺利 那对所以说你无论如何 去做它让精挑细选 那当然话我想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前 在5月13号先预告各位 针对你要抢这个报复性反弹的一个 标的的一个锁定 我们全面性都帮各位去聚焦到 相关基本面状况没有去做改变 那问题是说股价经过很大幅度修正了 这些IC设计的一些族形个股 不管是说像这个4961天域 3545的像敦泰 甚至包括像这个四星KY 甚至包括像爱普金星科 我想这些个股全面性 在这个波段这个报复性反弹 谈上来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我们都轻松 帮各位创造至少快接近三成 到这个四十几%的一个获利的一个价差 那相对我想 就是说在这个波段这个报复性反弹 在这个延续展开这个当下 疫情期间 因为毕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 这个包括像确诊跟这个 回归校正的这个总人数 都有来到500多人 那尤其说在今天这个 死亡人数也扩大到一个19人 毕竟这个疫情 疫情的实际上状况 并没有去做到这样舒缓 那没有去舒缓 当然的话 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一样不断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跟各位做强调 希望各位保住平安 Stay at home 就是说你在家里 不要爬爬爬 只能说你在家里针对疫情期间 各位你的一个守务 最重要的工作 当然的话 你还是要 我们希望各位 跟紧老师的这个讯息 甚至包括这个工具的一个讯号 无论如何 在这个积极呼呼 台湾不动的这个状况之下 拼满荷包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个大转 把荷包做到大幅度的一个累积 那你怎么样子去做到 毕竟如果说 各位 你有一套有效工具的一个辅助 那配合 问老师 我们就说 盘中 针对这个买卖点的 第一时间的讯息 的一个提示 当然的话 一档赚完 再接一档 那毕竟 近期这个疫情 没有去做到一趟舒缓 那当然的话 我们也不妨review一下 在之前我们分享 各位的这一章 印度疫情 印度疫情我想 相较于台湾 虽然现阶段已经算是 近期以来 台湾有史以来 疫情算是最最严重的一个 一个timing 那毕竟我想 这个相较于印度 印度在今天之前 我想这个动辄 一天确诊都是三四十万人 死亡人数都是三四千人 那问题 印度的股市 是长这个样子 一样创力也很高 这波修正拉回 拉回三个月的时间 也不过跌掉多少 跌了10.1% 下10% 跌了个40% 我想相较于台湾的疫情 跟这个印度的疫情 毕竟相较起来 真的我们 还不到印度的万分之一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真的相对来讲 是极度的一个轻微 虽然就是说 跟他们的死亡人数 跟这个确展人数 来做比较来看 那重点是说 以这个印度股市 这样子拉回 也不过拉回10.1% 那台股的部分 这波短短两个礼拜 跌掉多少 跌到14.4% 我想这样子 实际上结果 代表台股的部分 一样在前一个波段 但是投资人是反应过于激烈 反应太激烈了 那毕竟 这个阶段点 虽然疫情还没有舒缓下来 那毕竟我想 针对股市的一个部分 这个利空的干扰因素 已经形成了顿化 那利空顿化 我想这个反弹 还是会走一个延续 那谈上去 我想比较大的一个 重压区 锅盖区 会落在 这个7月11号 7月11号 这根长黑可以棒 因为毕竟 那一天的量 能有来到7200多亿 那我想近期的一个量 大概都是5000多亿 5000多亿的一个量 那后续我想 到了这个压力区 会形成一个叫停顿 那重点 还是要请各位 针对不同持股部位 会买 无论如何也要会卖 会买 你也会会买 把一趟一趟这个价差 去做这趟截取 那毕竟针对我们在两个礼拜 尤其说我们在5月13号 要预告各位去锁定 这些IC设计这些个股 我想党党全面拼出 那进入到这个礼拜 我们带给我们会员朋友们 甚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操作 我想我们在这个礼拜 特别针对一些 一样IC设计的族群个股 不管是说像这一档 3006 记忆体IC的这个经浩科 那当然这些相关我们带我们会员 全部会员都有了一档个股 毕竟就是说在当时 这个礼拜礼拜一 拜银全面性 买点讯号在多少 107 你有这个工具讯号 我想这个对各位的帮助看有多大 那讯号买点讯号一产生 当然的话 为了说我们也全面性都在我们这个Telegram 第一时间就给我们的好朋友们 做到这样第一时间的分享 那如果说分享给各位 你都可以到这个礼拜一 我们在这个9点57分 一样盘中 尤其是说礼拜一那一天 他以经浩科来讲 当天最低点来到105块 那所以说你买一点107 你都可以充容去做这样上车 那充容上车 我们也带进我们全部会员 我们在9点51分 带进我们全部会员 买进去之后 礼拜一涨停 现买现赚涨停 礼拜二再所涨停 延续到礼拜三 创高来到136块钱 那我们在当天 礼拜三9点09分 趁他拉高创高 136块钱 我们去执行一趟 短线的一个获利 先把这一趟29块钱 大概是27%多的获利 获利先放口袋 那重点我想针对经浩科 这两天 礼拜三礼拜四有做个压回 那这一趟压回 今天又形成一个放量 那今天这个放量 但我们又做什么样的动作 我老师我们在今天一样 做一个重新的买回 我们在今天早上9点18分 挂都挂131块钱 去做一个重新买回 买回来之后 今天盘装又攻高到138块钱 差1块钱就要攻涨停 那毕竟 以经浩科来讲 来来回回 从这一趟 我们在这个礼拜 大概已经做两趟 两趟的累积的一个获利价差 一个礼拜就已经来到33块钱 那等于是说 一档个股 来回两趟 两趟的一个操作 累积这个获利价差 已经超过30几% 三胜 一胸 多久时间 一个礼拜的时间 创造30.8%的一个获利 针对金浩科的一个部分 我想我们这两趟老朋友 一样来来回回 做过N趟的一趟个股 那毕竟针对金浩科 我们在前天 我们依然都很清楚 跟工作的强调 因为他为什么 我们在前天要做卖 因为前天等于是说 他在前天形成 比较反弹的一个爆量 反弹爆出7千 7万2千多张的一个量 那反弹爆量 我们先卖 先卖一趟 等他压回 压回我们再赚一趟的一个价差 压回用更便宜的价格 我们做一个重新买回 买回来之后 我想针对金浩科 后续压力区直接看到 前波那个高点 146块半 后续一样请各位 会买也要会卖 那当然话各位 你拥有这个我们工具 这个讯号 买卖点这个讯号 第一时间的一个提示 甚至配合我们在这个盘中 我想我们的相关讯息 不管是说在 礼拜一买进 我想我们都会做一个长期追踪 礼拜买进之后 当天现买现段涨停 隔天就涨停我们做续报 礼拜三我们执行这个获利落贷 那当然话进入到 这个我们是比较放大的 到今天我们在今天早上9点08分 有挂这个131块钱 本来是要挂130 那等于说今天最低点来到129 相对就是说 这是打错 打错我们在9点18分又做个更正 是我们又改这个131块钱 去做买进 那当然话买进去之后 今天实际上创高 买131 创高来到138 持续性在做这个礼拜的第二趟的一个操作 这针对金豪课的部分 那如果说各位 你有这种讯息 配合我们这个工具讯号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你能不能大赚 能不能大赚 这各位 你不妨自己做一个好好思考 我想我们的全部都是 做到哪边 讲到哪边 全部都是有评有趣 不是说一天高低点 都是买最低卖最高 问题我想 现阶段应该没有投资人 连这种讲法都会相信 全面性你就要眼见为凭 我们会演全部的讯息 我想我们也全面性都公开给各位 针对金豪课的部分 那毕竟针对金豪课 我想我们也不是这一趟操作 包括在3月30号 当时 一样 3月30号 各位 你有加入我们这个Telegram 你的不妨可以做一个review 之前你看3月30号 我们一样 当时 一样都第一时间 分享各位 买点在这边 当时都还不到100块钱 一路飙到170 卖讯产生在5月3号的170块钱 卖讯产生 那你的操作一样 你有这个工具讯号 买讯产生做买 卖讯产生做卖 这一趟价差70几% 卖掉之后 快速做个拉回 这一趟拉回 毕竟各位 你等于说 你高档 你无论如何 要会卖 要会卖 卖掉之后 你也才有资金 跟着我们在这个波段 这个礼拜 我们就操作两趟 这样子 一趟赚软再接 一趟 要会卖 要会卖 你没有卖 你拿来资金 来做一个重新的买回 是金豪科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 像四星KY 我想这两标题 一样很经典 我老师我们在之前 从去年的6月份 大时候买进的低笔 是300块钱 对300块 做到1000块钱的一趟个股 我想在2月份之前 大概来来回回 操作至少10趟以上 那后续到3月19号 那产生它这一个波段 高档最后一档的 一个波段的一个卖出讯号 再多少 940块钱 卖讯一产生 因为毕竟这个 都有高档震荡 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都有充分的时间 可以去卖 卖掉之后 这个利空 这个灰藤四线 一拉回 拉回61%多 跌了快接近600块 一张没买差多少 差了快接近60万 快接近60万 一张60万的一个亏损 那毕竟现前这个 像世新KY 我们一样在上个礼拜 回测买点 需要做一个产生 那当然话 我们也全面性第一时间分享 包括就是说 以世新 在5月21号 5月21号 它要产生这一个波段的一个 回测的买点 在多少 420块钱 那有没有分享 我想各位你都可以到上个礼拜 礼拜五 5月21号 我们在盘中 盘中大概 在11点56分 11点56分 我们在当时 直接分享各位 在我们这个Telegram 黄金右脚产生 那为什么叫黄金右脚 因为毕竟 它目前来讲 这个头肩底型 它已经完成 已经完成 那当时 这个是底最底部 第二只脚 叫做黄金右脚 那当时 我们带我们的货员 买在这个黄金右脚的后续 谈上去 谈上去 在5月26号 卖讯 短多的卖讯 我们先卖一趟 515块钱先卖一趟 买点才能做买 卖讯才能做卖 那这一趟价差95块 95块获利 获利先放口袋 那也许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也预告各位 回测买点 又即将做一个产生 我们就准备 要做一个回接 买点再两人要出来 毕竟我想针对四星 我想我们在今天早上9点多 9点46分 依然在我们这个Telegram 一样第一时间 我想这个讯号 对各位的帮助看有多大 当时一买一卖 95块放到口袋 后续我们在今天9点46分 依然预告各位 买讯即将做一个产生 那今天买点产生 508块获利先放下来 买进去之后 到今天是个收盘 收盘金这个最高点 来到530 又是22块钱的获利 相对于这两趟 这两趟 95块加其他22块 这个117块的获利 我想这个获利价差 一样从上个礼拜 礼拜五到目前为止 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 又是已经创造快接近三层的一个获利 117块的一个获利的一个价差 4星KY我想我们不断还是跟各位做强调 这个timing 它已经头肩底形态完成 那你如果说你有学过技术分析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头肩底完成 后续就是1比1的等乎测量 就是说从它最底部跟它的颈线 这段距离 你把它这个说518扣掉363.5 扣掉之后 你再加518 就是后续它等乎 1比1等乎测量的一个高点 那这个高点都会逼近到 年线到半年线这个range 大概600多块到700块这个range 所以说我想这个后续 趁它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想我们一样大声几呼 请各位一样目密切来跟紧我们的脚步 买进去重点之后会买 无论如何也要会卖 全面性工具讯号都会很明确 来带给我们一趟一趟的一个操作 来扩大我们这个获利的价差 4星KY 那重点还是要会卖 当时这个940块钱你要会卖 卖掉之后我想这一趟 又100多块的价差 你才可以跟着我们来做到获利 两招还是百多块 4星KY 那相对就是说在近期 我们从上上个礼拜 5月13号我们预告各位 你要去报复性反弹做个展开 你要买进来一些个股 电子个股走势很分歧 那我们就特别针对相关IC设计 因为IC设计这一个股 基本面有没有去做任何改变 像天狱 天狱今年单单地季的获利 已经比去年一整年都还要更多 到第4月份 4月份之前 累积前4个月已经赚了7.66元的EPS 一家公司 股价一修正 修正多少 47% 快接近腰斩 快接近腰斩 那我们在这一个波段 上个礼拜 礼拜二 产生卖点 在224块钱 那带进的后续 一路涨 到今天已经实际做一个创高 这个创高 到目前为止 创造的价差 已经超过100多块钱 一丢你就探10万10万块钱以上 这个获利价差 超过快接近5成的一个获利 全面性 静带 卖性产生 你在执行卖的一个策略就OK 天狱的部分 这一趟的一个操作 那重点是说 你无论如何 你前一趟也要会卖 那我们在前一趟 在4月13号 我们在当时卖多少 卖360块钱 这档个股 我们在之前也是让来来回回 做过N趟的一档标的 天狱的一个部分 高档要会卖 高档要会卖 卖掉这一趟就拉回很恐怖 也是百多块 那敦态 我想这两标题一样 基本面有没有做改变 基本面 获利形态 第一季就比去年一整年获利还更多 第一季赚了4块多 去年一整年还不到4块 所以说 基本面不变 那重点 股价一修正拉回市场 拉回四十几% 那从上个礼拜一样买点 迅速度产生 5月18号 买点在163 我们带各位赚这一趟 这个获利价差 27.6% 我们等于是说在礼拜二 礼拜二 我们基于反弹爆量 反弹爆量 我们就先卖一趟 拜日 礼拜二在这边 最高点是208 我们就卖在208 卖掉之后 我想连续这几天 连续这三天 都没有看到这个高点 那为什么要卖 反弹爆 人怕出名 猪怕肥 反弹就是怕大量 反弹怕大量 量爆出那么多 代表这个获利根 这一趟你这边买的人 你要获利的 之前套牢的人 解套卖牙 加获利卖牙 双重卖牙 好想我们就先卖一趟 先卖一趟 静待后续 亮说价稳 再做个重新回接就OK 敦泰的部分 那你要包装爱普 赶快买点在569 一路创高 这个价差已经来到 126块钱的一个价差 那重点我想前一个波段 我们爱普最后一趟 我们卖在915块钱 讯号价位都清清楚楚 一拉回 拉回大概两三百块钱 全面性会买也要会卖 爱普的部分 精心科 赶快买点在5月13号 5月13号 一路攻高 到今天还在创高 创高来到459块 这一趟价差 也快接近100块钱的获利价差 这是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邦哥去锁定 那我们抢这个波段 暴性板坛 这些相关的 IC设计的这些个股 那另外还有一档 这个电动车相关 352同时 赶快买点在168 一路创高 那一样 同时我们在礼拜二先卖一趟 卖到211 后续这个价差 一样25.6% 卖为什么要卖 一样就是说 礼拜二它是一样爆量 爆量 我们先做一趟卖的一个动作 卖掉之后 我想与今天同事 又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 那今天又实现 形成一个叫滚量的一个上工 那这个上工 把这个211块钱的颈线 底部颈线 今天做到一趟突破 那突破 这代表就是说 它已经正式贩售成功 这一根大量 全部都换过 换过手的 又新的一批买家又进来 换手成功 那当然话 我们在今天盘中 也不建议各位去追价 过高 拉回 回测颈线 211块钱 你做买进 那当然话 今天你挂的颈线 你都可以去做 那样充容 轻轻松松的上车 一样底部行菜的一档个股 前坡一拉回 拉回六成 一样低机起的一档个股 同质的部分 那另外包括 像我想我们这一套工具 不管各位 因为现阶段 全产电子 电子尤其是蛮聚焦在IC设计 甚至包括像生技防疫 这三个族群都在同步做一个轮动 那这个轮动我想各位 你只要偏好 不管各位偏好 你喜欢做原物料 你喜欢做生技防疫 都没有关系 你喜欢做面板 做IC设计都没有关系 我想工具可以适用 不同的这个族群个股 任何一档个股 全面性都OK 那毕竟你就说除了像个股以外 像你就说有做指数期货 个股期货 我想这个工具 全面性 买卖点讯号都可以提示各位 那包括像行业列股 当时我们要各位 出传产去转电子 出传产那个timing 卖讯 扬明卖讯在多少 98.3 这一趟一拉回 四天是四根跌停板 四天四根跌停板 你要会卖 先卖 拉回再买 买点在79.1 这一趟又是拉开 又是三层的一个获利价差 先卖再买 有这个工具讯号 你都可以不挡 不及其每档标的 买得漂亮 卖得更漂亮 全面性 都有这个工具讯号 第一时间的一个提示 那你要包括像面板 一样在当时 先卖 卖点5月3号在266 一拉回 39.1% 快捷径四成 卖年产生在 这个17.9 一路工高 又快捷径两成的一个获利 先卖再买 你会赚更多 联华科同样 前面一买一卖 这边先赚140块钱 后续卖掉之后 这一波修正拉回 随着大盘的拉回 一拉回 2009-19块 一张没买差 买到30万 买点产生 你来做买回 这一趟拉回 又100多块的价差 金豪科 这个已经讲过了 那生气防疫 不管像国光生气 前波一买一卖 当时叫做快打短多个股 拉高之后 变成快打短空个股 卖认产生 一拉回 这一趟价差是26.3% 拉回 拉回13.8% 现在买点就做产生 一样来来回回的操作就OK 亚诺华 赶快买点在47.65% 卖讯在75.5% 全面性你就根据讯号来来回回操作 那高端疫苗一样一买一卖 这一趟的价差是37.3% 前面那一段的一个操作 3623号买点在207 4月1号卖点在296 这一趟价差是43% 全面性我想这个工具讯号 针对不同族群个股 你的一个偏好 全面性都可以提供给各位 第一时间的一个 一个买卖点这个讯号的提示 所以我想在这个疫情期间 如果各位你的一个守务 除了要stay at home 待在家里不要乱跑以外 我想最大的课题 你要透过这个讯号 跟温老师我们这个盘中这个讯息 来拼满各位的荷包 那如何做拼满 我想我们在今天一样 实际上有提供给各位 这个高价股专卖店 又重新回归到高价个股 像世新 像这个天狱 爱普 甚至包括像金浩科 全部都是100块钱以上的这种个股 那你操作高价个股 我想这个获利的价差空间 跟这个速度会更快 那这个相关活用讯息 加入会员 就可以马上拥有 我们这套快打部队的这个操板软体 好了 祝各位 我朝价钱休假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什么事